你常常有這種症狀嗎 想買不敢買的股票總是最標 買進的股票往往一買就開始跌 但其實選股、買股、報股這件事情 可以很簡單也很快樂 讓外資操盤手出身的林玉凱分析師告訴你 快樂其實可以很簡單 歡迎收聽股天樂 摩爾投顧110年 盡管投顧薪資第026號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午安 今天有寶寶 是大家的好朋友外資出身分析師 林玉凱 今天的台股沒有什麼懸念 繼續開始跌升反彈之路 這盤勢的部分呢 上個禮拜我們講的差不多了 昨天在我們的LINE我們的Telegram 也再度跟你發文說明 什麼叫做死豬不怕滾水燙 什麼叫做起死回生 什麼叫做自知死地而後生 所以各位一定要加入我們的廣告資訊 都會有我們的LINE跟我們的Telegram的這個 這個帳號 好不好歡迎加入我們 隨時有任何持股問題都可以在線上 跟我們討論 除了每天我們會有一些 解盤的影片之外 放在我們的YouTube頻道 晚上 還會有當天的這個文字整理 文字的重點整理 所以說 你假設是真的 不太方便去看完我們完整的影片 你也可以透過我們的文字重點整理 獲得當天最精華這些資訊 那假日期間我也會針對未來一周 的行情 一些想法 跟你做一些分享 所以不論你是操作 股票 期貨 選擇權 相信 我們這個頻道對你都是有幫助 重點是完全免費 好不好 免費報你賺錢的資訊 幹我一下好康 不要懷疑 就是這麼好康 不相信 你加了就知道 反正免費 你會有損失嗎 對不對 好來各位 我們講到正題了 台股連續大漲兩天 在我們錄影的當下呢 台股是上漲了超過 330點 我相信只要你在 股票市場的資歷超過5年以上的 我相信你多少會有一個基礎的觀念 小賺的機會 可能常常有 可是大賺一波的機會往往要等到大跌過後 對吧 前年8523點敢買的你不會大賺嗎 去年15159點敢買的你不會大賺嗎 那當然 今年的行情跟過去兩年確實有所不同 過去兩年是不斷的一直往上衝一直創立值新高 那今年是屬於不斷破底的這樣子一個行 可是呢 直到今年為止 台股的基本面狀況都是沒有問題的 前幾天跟大家分享過這個外銷訂單 外銷訂單是不會說謊的嘛 我們真的扎扎實實的接到這麼多的訂單嘛 那也代表著未來幾個月我們也是要出貨啊 出貨能夠轉換成營收能夠轉換成 獲利 這個部分是沒有問題的 那既然基本面沒有雜音 跌升 是不是就是機會 既然基本面沒有雜音跌升就是機會嘛 可是這時候你一定會跟我講說 今年啊每當台股下跌 都曾經讓你誤會台股已經是跌升 可是最後還是破底 現在你已經被騙怕了 對吧 你會不會有這種想法 來各位 不要害怕 首先 在第一季我就跟你講過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我並不認為今年行情會有多好 什麼一萬九千點兩萬點 我不會去想這些東西 我一直告訴你 今年的行情 會是漲漲跌跌 會是漲漲跌跌 因為QE已經結束了 你這種用錢 用資金堆跌出來的行情已經結束了 今年就會是一個漲漲跌跌的行情 可是 BUT 好不好 同樣存在非常多的獲利機會 因為台股不是天天都下跌嘛 就算說今年 整個大方向來看 它是 跌了半年 可是呢 它仍然當中會有漲漲跌跌 漲漲跌跌 對吧 漲漲跌跌的這種狀況嘛 那 漲漲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你的機會 每當它漲漲就是你的機會 當然我知道你的疑慮 台股從年初18619 歷史高點往下殺 到底 17000點跌升還是16500點跌升 到底什麼時候 會是漲漲跌跌之後的 漲漲 這是最難掌握的部分 這個是最難掌握的部分 所以各位我來跟你講外行 看熱鬧 好不好 就你看來 台股現在 這半年來 似乎就是一個 毫無章法的 亂殺亂砍 亂跌 可是其實它是有規律的 其實我們是能夠從當中去掌握到一些規律的 好不好各位 你聽我們今天節目的朋友 有規律 我會直接告訴你 今年台股的上漲 密碼 我直接幫你定義 跌到哪裡叫做跌升 並且會從哪裡開始出現 漲漲 這是有點意思 這有點意思吧 好不好所以各位 我們節目所分享的就是這些 這麼精華 這麼重要 這麼關鍵的資訊 所以務必務必記得 等一下廣告資訊 Line Teregram通通加起來 好 各位 舉起你的雙手 不用 一隻手就好 尤其開車朋友 不要真的雙手舉起來 舉起一隻手 好不好 伸出你的大拇指 以及你的 小指 其他三隻手指頭幫我握拳 你會發現你的手指頭形成一個6的形態 一個6對吧 數字6 這個手勢呢在美洲表示 你好 祝你好運 Good luck 在北非 非洲北部表示說我們是partner 我們是夥伴 同一陣線 同一陣線的 有一部電影那個班加西的秘密士兵就有講過 在中國大陸呢表示你很厲害 你很6 好不好我告訴你 這就是現在台股的上漲密碼 當這個上漲密碼出現 台股至少會有1000點的漲幅 你信不信 各位 這個密碼我們直接揭曉 這個就是台股的月乖禮 你會發現喔 每當台股的月乖禮來到6 左右 6以上6左右 其實都會有一波不小的行 3月8號那一天 來我們來看到3月8號 算是今年 第一季台股的最低點 3月8號那天台股創下新低點 16764點 接著呢那天的乖禮率 來到 跟著月乖禮率喔 來到6.04 接著 就從那天開始 台股從 16764點 漲到17720點 漲到3月30號 漲幅是 105點 接著呢 第二次出現是什麼時候 5月12號 5月12號台股破底那天 那天的 這個乖禮呢 來到6.19 6.19 台股也就從這一天開始起漲 漲了1194點 從15616 漲到 16811 整整 1194點 好那我必須告訴你 到 上個禮拜四 6月23號這一天 上周四台股的 乖禮 再次來到 5.96 沒有突破6 可是非常的接近6 可是呢 就在他接近6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上周五 大漲了 100 100多點 126點嘛 那今天呢 再漲300點 各位 這就是台股的 神奇上漲密碼 這就是台股的神奇上漲密碼 好不好 各位 每當台股的月乖禮 來到6左右 往往就是跌升準備反彈的時候 這個時候往往就是跌升準備反彈的時候 好那上個禮拜四台股才剛剛來到5.96 接近6的這個水準 現在漲了一天 兩天 我認為這只是一個開始 這只是一個開始 怎麼說呢 因為首先 前面兩波各自都有 1000點 至1200點左右的行情 而且 你會發現喔 第一波他是從3月8號漲到3月30號 第二波他是從5月12號漲到6月1號 大概 上漲的時間約莫都是3個禮拜左右 而這一次 其實才來到上漲的 第二天 上週五第一天嘛 今天才算第二天 所以其實才來到第二天 至少也還有500多點的空間 我認為在這個時間點去做進場 你的風險都還不會太大 重點是 你要勇敢的去把握現在的機會 你不要等到兩個禮拜後 兩個半個禮拜後 你看到台股好像真的不太會跌 你才進場 或者說你等到台股已經 先漲了1000點了 你才來進場 那很抱歉 那個時候我不敢跟你講說你的 勝算是多大的 可是我可以告訴你 現在才來到上漲的 第二天 現在才來到上漲的第二天 而且台股也才漲個500點不到 我認為現在的機率 是非常非常高的 現在獲利的機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我再次強調 今年的台股不會是一路往上衝的這種行情 它會是漲漲跌跌 跌跌漲漲 那把握每一次的漲漲 就是你最大的機會 那麼 第一次的漲漲 出現在3月8號 這一波 台股的低點 第二次出現在 5月12號 這一波 同樣都有 簽點行情 但是每一次的簽點行情 我們都可以透過 乖離6 乖離6的這個 關鍵密碼去掌握它 而現在 乖離6的這個關鍵密碼 再一次的出現 我希望你好好把握這一次機會 那當然今天節目時間有限 我們沒有辦法分享 太多的 個股 可是 各位 我們說過我們中廣的這個平台呢 即將要做一個轉換了 現在是最後幾天 所以 我們會針對最後幾天 針對我們的聽眾做一個 好康大放送 只要你加入我的LINE 在我的LINE留言 我來自中廣 以及留下你的大名 以及電話 你可以得到一檔 我們本週即將布局的隱藏版標股 好不好 所以請你務必加入我們的LINE 留言我來自中廣 留下你的大名 電話 就可以得到一檔 我們本週即將布局的 隱藏版標股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摩爾投過110年 金管投過新制第026號 節目與節目分析內容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新櫃股票登錄 條件較上市櫃股票寬鬆 且無每日漲跌幅限制 投資人應省慎評估 是否適合投資 進廣告 有機金管米新上市 豪市集和台灣最大的有機農場 迎川永續農場攜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蓮富裏 我們氣做了一片23年來 都栽種有機米的稻田 用樹枯軟膝上油全圓灌蓋 孕育出鼓力飽滿的高雄139號稻米 金管米有機白米糙米有機雙認證 中廣聽有價四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想跟著老師操作提高勝率嗎 快搜尋小老鼠WIN 16888 小老鼠WIN 16888 加入老師Lite 每天都會有及時的財經資訊 盤式解析 透過核心持股加上衛星持股 在低檔佈局 才能讓資金翻倍 我們無法控制台股的走勢 但可以控制自己選股的方式 林玉凱分析師 給你最專業的分析 最靠譜的獲利 趕快來電 0800668085